來吧 好 3 2 7 1 4 登登 好 鳳具TV 第20季 好 第1集 第3集 好啊 麻煩你 你帶VV上來吧 好了 又到我們NinoBlog的時間了 嗯 亦都一如以往 我這些NinoBlog都是假手於人的 不是你組的嗎 蛤 誰組的 都是一位小學三年級的小朋友 嘩 厲害 這次小朋友組了這四盒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了 古惑狼 是一個PlayStation 不是PlayStation 沒錯 PlayStation的遊戲 我真是時代之眼淚 大佬 真的 它對上就是2020年 那遊戲 最新的那一隻 那 Naraberg也推出了這個系列 這次打了四隻 那 我看到呢 它是 難易度 是 低一點 低一點 對 所以呢 就不算很難 那 大概是 195 輕鬆完成的 我覺得 因為它本身在遊戲中 都是用Pixel組成出來的 就是Pixel比較明顯的那種 以前就是 以前就是 現在是3D 製作出來的 好像特別好 效果 做得好 很立體 是啊 事不宜遲 讓大家看看吧 還有表情 對 因為之前我們砌過Petalino Blob 譬如 鬼滅那些 那些人仔 實際上沒有表情 對 但是這次這個人仔 是有表情的 可能是因為卡通 對 所以我覺得 演繹特別傳神 這次 我推前一點 好 抱歉 每隻都是小朋友用了大約1下午 嗯 這樣就完成了 1下午完成了 這麼多隻 不是1下午完成一隻 1下午完成一隻 這樣就不錯 要完成到4隻就難一點 大概是120至190個部份 嘩 很漂亮 它的造型很不錯 顏色又漂亮 而且本身這個尺寸 砌出來 會完全把角色的特色表達到 有足夠的件數去表達 你這隻棄不到嗎 沒錯 我覺得很搞笑 它的鐵計 為何會棄出來棄不到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舊件 它有很多士兵件 其實它每一合都有士兵件 對 有不同款式的士兵件 你就可以把它插在內褲上 嘩 至早 組成這些NinoBlock 或者組成Lego 我直接說Lego 或者剛才介紹的Kubi也好 其他品牌也好 創意真的無限 然後你看到 例如有些 可能你把Display櫃或其他東西 有時擔心 擔心到櫃就會掉了 雖然它能夠站到 但也做了一個座 然後有件夾子 我把NinoBlock內的舊件 我們自己貼 對 結合了它 對 就是NinoBlock的舊件 原來可以這樣用 這些才實用 大佬 用膠水癡 這樣就萬無一失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有機會用膠水癡 你不會測 你會留意它底座是膠水癡的 是用膠水癡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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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膠水癡的 都是金… 是金… 是… 其實可以這樣 放上肩子 然後這樣 我很喜歡DOTANET NINO 這個造型是一流的 Cortex 先擺好一點 因為怕觀眾看不到 這樣會好一點 是 認真 如果你真的喜歡古惑狼 今次NINOBlock 這四隻 被凸了你 你看回主角Crash 旁邊Rapper Coco 你完全是 一看就不會想起其他角色 而且它有表情 尤其是這隻 挺過癮的 高低眼 很有趣 跟回PayStation裏面的 Wrapper 做事 就像你以前在玩遊戲 Pixel 對 所以我只是問 是否在遊戲中 是 好了 好 接著是德哥 好 剛剛介紹了 NINOBlock 其中一個用電換系列的角色 其實本身 它還有其他類似 Lego的 我沒有記錯 叫Architect Series 當然 件數來說 絕對沒有這麼誇張 不過 在大家 這麼久都沒有回鄉下的情況之下 這是三顆 三顆星星的 難易度是 222號 好 先擺個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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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一組 很精密的計算 是我們導演的 這個 是否應該調回轉帶 我不要緊 轉